我看不清楚她 她却似乎看见了我 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见自己心爱的 吃鸡菜煮鸡蛋 逛逛夜市便足矣 这天下不太平 哪能好好过日子 算了 谁让我心甘情愿呢 我们是一部真诚的好剧 你都冲进雨里面了 你好心情 你还躲在后面 我的妈呀 陆渊这个角色 她非常的坚强 然后倔强 有想法 心中是有很多 大爱的一个人 无乃大胜皇后 跟沈不妍那就是 一见钟情的羁绊 对陆渊来说是一个 非常神秘 新鲜 与众不同 每一次穿越 每一次遇见 都挺珍贵的 沈不妍这个角色 可能温弱一点 书生气重一点 她一开始 对陆渊是好奇 到后来发现 她这个人跟我印象中的 陆渊是不一样的 没事了 有点小事 然后开始觉得 对她有一些改观 我走了可不回来了 我知道 到后来 发现陆渊也是一个 敢爱敢奔的一个人 然后打动沈不妍 一花 我觉得以华她是一个 特别有分寸感的人 特别的忠心 同时她也就是很天真 很可爱的一个角色 你也算挺可爱的 她遇到了 对自己很好的姐姐 然后还有一个 她依靠的男生 有很多爱她的人 以华对于陆时来说 从年少的懵懂无知 你干嘛 然后一直到后面 这种情愫的萌生 到最后变成了一个 爱的这么一个状态 远陆大哥 早日成为大将军 小军爷 爱你所爱之人 做你想做之事 若无相思之意 何来相思之趣